大家好 冬季温度在降到5度以下的时候 那么南花它的生长就会出现一个停滞的状态 而且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 所以在冬季养护南花就非常的关键 想要让南花能够顺利的跃冬 那么我们大家就要记住这16字的口诀 那么哪16字的口诀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防寒防冻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南花它其实还是特别怕冷的 温度低于5度的话是特别容易出现冻害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温度下降到5度以下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把南花移入室内来养护 而且要保证室内的温度在5度以上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越冬 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控水控肥 控水控肥就是我们在浇水的时候的话 这个次数和量要减少盆土干透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少量的水就可以了 不要浇过多的水 以免根系吸收不了 容易烂根 而且呢还很容易产生冻害 施肥的话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之前已经施过这个月冬肥 那么我们在冬季可以不再施肥 但是呢我们要每个月给它在页面上喷湿一点 这个凝甲肥 也就是喷湿灵刷青甲 喷湿灵刷青甲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不能够根湿 而要进行这个页面喷湿 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增强植株的抗性 而且呢也能够增强它的一个抗寒能力 对它越冬是最为有利的 第三点就是要增光增湿 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给它适当的增加光照 来给它进行光合作用 不仅可以积蓄更多的养分 而且也有利于增加温度 让它能够顺利的越冬 而真湿的话是因为冬季天气比较干燥 而兰花呢它又是比较喜欢一个湿润的生长环境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喷喷水雾来增加湿度 但是要注意夜晚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 晚上就不要再给它喷下水雾了 第四点的话就是要及时通风 通风是非常关键的 养护过程中只有通风好了 它才能够长得旺 如果通风不凉不仅容易烂根 对它的生长也是特别不利的 那么我们在冬季养活兰花的时候 大家牢记这词六字口诀 月冬就无忧了 而且在开春之后呢 兰花还会疯涨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